哈嘍,各位學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I am ultimate in a new game 今天呢,繼續來我們的生物 方舟生物對抗賽 那麼呢,今天這一集呢 一樣是會用我們的庫斯拉來對一些生物的對決 那麼這一次呢,不會是一般的生物 我們這一次呢,是要用這個方舟原有的boss生物 來進行這個 1 by 1的對決 來看看我們這個庫斯拉的能耐到底是多少 那麼你們現在會看到呢,這個庫斯拉等級是42級 我這邊再重申一次 他等級是42級沒有錯,但是呢 他是只有點負重而已 這是為了避免到時候負重沒辦法戰鬥的一個尷尬的狀態 所以說,老頭就幫他點的負重 所以說這個其實基本來說呢 也是等級1的一個數值 所以說不要光看這12級好像有改過並沒有 單純只是點負重而已 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啦 直接開始我們的方舟生物對抗賽 Let's go 好的,各位觀眾喔 我們這一場呢,算是上一場的 上一集的加硬場 因為呢,有一位觀眾說他想要看羽暴龍跟牛龍的 互相加成 看能不能對這個庫斯拉造成大量的傷害 所以說呢,這一場算是加硬場 不過,依照現在來看喔 我這邊是5隻1000等的牛龍配上 1隻1000等的羽暴龍 我覺得啦,庫斯拉應該會穩定 我個人是這麼認為啦 沒關係 看一下就知道了 看一下那個消耗的血量 庫斯拉的這個噴火傷害實在是太高了 就算有buff存在 好 大勢已定 哈哈哈哈 死去了 噴了 好,噴掉了 我只能說庫斯拉的火焰傷害 真的是太強了 你看還造成這個緩速的效果有沒有 還造成緩速的效果阿 就算有buff加成又有什麼用 我們這個庫斯拉直接尻下去要直接吻死阿 Let's go 金剛升七七 阿為什麼對著我 打他 打下去,對啦 召喚小金剛 哈哈哈哈 我覺得 真的啦 我們庫斯拉優勢一直都存在阿 這絕對存在的 大勢已去 我們的大金剛要輸了 真的是流血傷害萬能 哇那被彈超遠的 結束了 我們的庫斯拉血量還很多耶 才損了差不多個一萬多滴血而已阿 接下來呢 我們對上的是噴火龍 這隻困難版的噴火龍呢 我是比較擔心他個人可能會往上飛阿 飛的話可能就打不太到了 但是這一隻 等級1居然有9 17 1萬 怎麼差那麼多阿 打 非常好 他完全不會動 怎麼會這樣子勒 你好歹也動一下嗎 你好歹也動一下嗎 不行不行 這一局重來 怎麼不會動阿 好吧看來我們那隻噴火龍呢 還沒有準備開始戰鬥就器械投降了 可能是我們的庫斯拉實在是太兇狠了 讓他感到畏懼 即使他的血量遠超過於我們的庫斯拉 他已經被那個庫斯拉的威力震懾主了 所以說我們就直接替換了這個 吸救獸登場 血量有16萬 對上我們的庫斯拉呢 會是如何呢 開尻 好歹也動一下吧 我居然是攻擊我 好啦噴火傷害又是大勝利阿 欸不對喔 不對喔 現在看到我們的庫斯拉直接暈眩 直接加50%欸 喔喔喔喔 這一場 這一場有 有可能逆轉喔 阿你不要打我阿 你惹錯人阿 等我一下喔 我不是有咖 開GAS的模式嗎 他應該不會攻擊我才對阿 喂 你為什麼要打我阿 你走開阿 我現在移動速度是還有夠慢的阿 對啊 這個要等他醒來可能要好一段時間欸 我們暈倒了庫斯拉長這樣子阿 看起來身體非常的疲態阿 然後我們這個齊美拉呢 很帥氣的 不斷的迴旋 像是在這個 迎接勝利的示威 然後你不要打我啦 幹 那 在那邊 吵死人阿一直打我 我要揍人 好接下來呢 我們來庫斯拉對抗我們等級1的 好 BOSS蜘蛛 欸 線條咧 接下來呢 我們呢 庫斯拉對抗我們這個等級1的 好 育母蜘蛛 困難版本的 這一隻一樣 也是血量97萬2 那一樣吧 我覺得也是噴火的傷害會造成 很大的輸出喔 我是這麼覺得阿 我們來 來指令一下 準備開尻 這次就會動了 這次就會動了 喔 燃燒傷害一樣效果顯著阿 打起來還是非常的威猛阿 噴這個 噴這個毒液打下去300多滴而已 我的天阿 又要大勝利 又要大勝利 我哪把蜘蛛咬飛了 看來又是壓倒性的勝利 這個目前為止阿 除了暈眩跟這個流血傷害之外阿 沒有任何一隻生物打得贏他 直接噴掉 好 學到一大堆 泰克裝備 哈哈哈哈 學一大堆泰克裝備他掛了 唉 打他 唉 噴一下 唉呦 哈哈哈哈 唉回來阿 ok這次boss呢 是我們的這個 我忘記是哪一個異變吧 的一個boss 叫監察者 這一隻呢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打敗我們的庫斯拉 唉我們直接看下去吧 來吧 挑起來 死亡火焰再度綻放 咬下去 他放什麼東西 蛤 什麼 喔喔放完了放完了 哇 哇 哇靠 這招也太帥了吧 哈哈哈哈 他對我們這個 庫斯拉造成一萬多點傷害 哇 哇 哇靠 這一招 這一招要是我沒有開尬德模式 應該秒掉了吧 這全圖傷害 咧 這個距離有夠遠的阿 這個應該要掛 這應該要掛了 結束了 打贏了 我們庫斯拉的血量呢 剩下12萬阿 只消掉我們兩萬多滴血阿 召喚出羅克威爾來看看 有嗎出來嗎 哇 直接出來了 哇靠也太大隻了吧 哇 這樣不是要先打觸手嗎 不然這樣怎麼打阿 哇 他在空中飄欸 開始了開始了 哇 這個位置在這邊 他頭在哪裡阿 欸 背對著我們是不是 哈哈哈哈 羅克威爾背對著我們 直接開 直接開尻了 打不打得到是一個重點 喔有居然噴到了 他噴到什麼 我不知道他噴到什麼 我來看一下血條 我根本就噴不到阿 他要噴到上面這個才可以 這樣有沒有算阿 完全沒反應欸 打不到喔 喔 這樣就咬得到了 這要他親自去咬覺得有點困難阿 這一局我覺得應該算平局吧 看還噴不到餒 用咬才咬得到阿 哇 這是我們的沙漠泰坦阿 阿為什麼沙漠泰坦有兩隻 空中生物 打不打得到呢 直接消失 哈哈哈哈 出來了 他需要一點時間稍微 重建一下 來了來了 我們的庫斯阿 打下去阿 等什麼 我的庫斯阿該不會麻痺了吧 唉唷動了動了動了 咬起來咬起來 阿怎麼就只咬那一下 被麻痺了是不是阿 攻擊阿 攻擊阿 I know 你要怎麼才攻擊 主動攻擊 他是沒辦法主動攻擊阿 唉唷我只要一靠近我就被撞下來是怎樣 我們的我們的那個庫斯阿現在是完全被麻痺狀態 原來他沒有辦法進行任何攻擊阿 其實是咬得到欸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庫斯拉完全不鳥 瘋狂被擊退 好啦 下一局 接下來呢 我們的樹泰坦 森林泰坦對抗我們的庫斯阿 話還沒講完好像就準備開戰了 他有吐誰嗎 阿上面怎麼出現了 喔 這是他召喚出來的飛龍阿 喔 雞毛帥阿 可不可以馴服阿 來攻擊他 不囉嗦直接打下去了阿 血有40萬滴阿 他旁邊的飛龍完全不想鳥 欸 為什麼他的攻擊 他的攻擊會會直接對自己友軍傷害阿 笑死了 那蘇太坦再啪一下 他一個飛龍哥就要死了吧 欸那個召喚出來完全不鳥主人的欸 笑死 看這個血量 哇 大勢已定了 好吧 我們的蘇太坦要被終結了 雞雞斯米達 哇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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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龍總於 終於勉強來幫忙一下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的蘇太坦秒倒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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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掉之後直接這樣子有沒有 哇 帥 站著死去 這一次呢 老頭召喚了一隻 普通版本的泰坦之王 噢 噢 來看一下哇靠 普通的泰坦之王 150萬的血量 噢 噢 噢 兇死了哇差太多了 光是尾巴這個粗度 這尾巴超粗的 我的天哪 來去打他 我轉彎轉彎了 哇這個我們 庫斯拉下到射射發抖 不敢攻擊嗎 還是要被綁住了什麼 快點啊 進攻啊 等什麼 踩下去 噢哎呦 終於要發動攻擊了嗎 有了噴下去了 哇造成的傷害好像 並沒有很高耶 他為什麼都不攻擊啊 是因為 距離的關係嗎 好像也不是負重的問題啊 活動啊 看他的腳壓 咬了咬了 要拉開金口多麼的困難 他現在跪在地上了 哇塞哇塞 哇塞 核彈核彈核彈 召喚了夥伴出來了 哇 那BGM 哇這個眼睛好帥喔 他正在聚集這些能量 又復活了 毀了一滴滴血 繼續打啊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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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被震飛 我被震飛啦 哇這震太遠了吧 哇按你咧 哈哈哈哈 對啦尾巴甩下去噴火啦 對啦 那房子怎麼可以那麼高啊 喔 普通咬下去那個流血流超多的啊 我一直以為是火焰傷害帶來的效果 沒想到是 咬下去流血傷害就觸發了 我一直以為是火焰的效果 沒想到咬的傷害比火焰效果還要強 要贏了啦 那 啊 誰呢 啊 哭斯拉最終還是大型勝利 哈哈哈哈 血量慢慢的恢復啊 所以說他根本好好法無傷啊 太強太強 來 哭斯拉 把它咬掉 享受 勝利的果實 所以說真正的傷害來源是他的牙齒 也不是他的火焰 好啦 那麼今天的方舟生物對抗賽 差不多就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左下角來訂閱右下角 喜歡下方留言 我是撈偷 我們下一集方舟生物對抗賽 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 再見